大家好,我是龙道 昨天呢,有一位粉丝加我 让给他调整一下住宅的环境布局 那么在调整的过程中的话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放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位置的话是从他的客厅看出去的 看出去之后呢,刚好是有两栋楼挨在一起 中间呢,是空的,空缺了一块 我们对传统文化了解的同学一定知道 这个东西的话就叫做天掌 天掌的话就好比拿一把福特 从这个房子当中给它劈开了一样 这个位置对着的地方的话 它的风速和气流就比较强 那么对于我们居住在里面的人的话 影响就比较大一些 尤其是距离越近啊,它影响就大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叫做杂管效应 它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指对着它的地方的话 气流是很快的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该如何解决了 尤其是这个地方 它对着我们的客厅和卧室 影响是最大的 客厅的话是用于交谈 同时也掌管着我们的财运事业 而卧室的话主要是用于我们休息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这两个位置如果外面有天掌的话 那么影响都不是太好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了 其实的话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反射 或者是用来化解 反射的话我们就可以用突面镜 山海镇之类的 如果是用化解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用这种桃木的福炉 或者是这种带桃木的五地钱 都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而且尤其是像客厅外面对着天掌 那么我们可以在客厅这个窗户的前面 摆放上一些大叶片的绿色的植物 或者是在窗户外面如果有平台的情况 比如说有阳台的话 那么可以放一些仙人球 那么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好了关于这个案例的话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再见